喬委會繼外交部聯合社宴 歡迎前往菲律賓 參加華僑協會總會 第六屆全球分會聯益大會的各地代表 場面是盛大又熱鬧 駐菲律賓代表林松華表示 華僑協會的僑領們 對政府長期支持 能夠提升臺灣與菲律賓的雙邊關係 來自十七個國家或地區的 華僑協會代表們 陸續抵達索菲特大飯店 參加華僑協會總會 第六屆全球分會聯益大會 歡迎晚宴 全體首先起唱中華民國國歌 大會主席由華僑協會總會 菲律賓分會第三任會長冯永恩擔任 主兵則是駐菲代表林松華 和從臺灣前來的參加盛會的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黃海龍 華僑協會總會 最近不只是在政府性南向政策方面 加強華僑經濟 而且對於僑生 對於華僑青年 尤其訴訟 最近我們召開了電子商務的一個講座 而且也舉辦了一個創業小聚 可以說吸引了幾百位的僑生青年 來投入 一起來促進華僑事業的發展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強盛 我們跟世界各地的僑胞 携手同心 然後把我們的工作 華僑的工作做得最好 馮永恩致辭感謝中華民國政府 長久以來對華僑協會總會 菲律賓分會的關心與照顧 也感謝朝委會與外交部聯合舉辦歡迎晚宴與補助活動經費 先逢華僑協會總會 第六屆全球聯羽會 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正好也是我們菲律賓分會的 幻屆就職典禮 有得到外交部和僑委會的晚宴與活動 無作招待 特此向林松煥大使和胡欣欣委員長表示謝意 祝菲律賓代表林松煥致辭時 則是向議會人士說明 目前台飛關係現況 並期許大家共同努力 互相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 在會中就如何大家共同努力 相互配合來推動新南向政策 以及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和菲律賓 最近在雙邊關係方面的提升與進展 有非常惡要的說明 現場也播放了僑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祝賀影片 隨後在馮永恩 陪同夏 黃海龍 逐桌敬酒之一 氣氛 溫馨熱鬧 華僑協會總會全球聯益大會 一共進行兩天 總共有160多位代表齊聚巴塞士 凝聚團結氣勢 台灣人是王永昕 菲律賓巴塞士採訪不到